现在北向资金的已经截止到中午收盘流出了50多亿 美联储那边又有消息称 降息可能要推到2024年之后 降息预期也是一再的推迟 这也跟我们一开始两位老师听到的一样 这对A股是否又是一个利空 美联储今年是不是真的没有希望降息了呢 这个方向是利空吗 是利空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整个美国经济 高就业率高通胀高速经济的发展 目前来说的话是三高 其实美国把通胀率定在2% 我们目前是0.1% 当然我们把通胀率定在3% 整个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 我们应该知道 往往是在一个通缩的状态下 没有牛市 我再次强调一下 这句话很重要 怎么才能够有牛市 牛市不是喊出来的 它是走出来的 对吧 当然牛市是始于通缩 忠于通胀 但是目前讲话是一个相对的我们的内通缩的状态下 那怎么可能会有牛市 那美国来讲的话 它这边是什么 三月份的CPI数据是3.5 居高不下 而且是大幅高于市场的预期 包括就业率非农数据等等的 所以说来讲话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美国经济现在强劲的复苏 那强劲复苏好吗 那肯定是好啊 但是通货膨胀 钱就不值钱了 所以说来讲话 你看美联储的官员一些相应的地方官员就站出来了 鹰派的声音 嘹亮 告诉你啊 现在2025年才会降息呢 别指望今年2024年降息了 对吧 也别指望9月份12月份降息 这个时候出来干什么 叫预期管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讲 为什么他要把这个预期管理 就是大家的一个预期什么 今年美联储要降息 那好了 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 因为在2020年 我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 货币喊笑 由于突发事件 整个市场无限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带来的是什么 钱多 东西少 所以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来临 对不对 我们看到为什么说 只要是有货币 那好了 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 这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原因 那么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目前大宗商品的一个上涨 两个点 一经济的快速复苏 就是美国经济 这其其二 美国要降息了 一降息全球前游多了 然后呢 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什么 快速发展阶段 那么大宗商品的价格 就是一个提前反应 不管是黄金 铜铝 各方面的有色金属 这块也都有反应 所以说来讲的话 目前美联储两个意图 第一个给你一个预期降低 这其其二 就是想把大宗商品的价格 往下压 你包括为什么在昨天晚间 给我们这边的铝 钢 这块有一个什么 20%的什么关税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价格 持续上涨的时候 经济又开始进入到了 一个什么 通胀 不只是3.5了 也可能到4 也可能到5 也可能到更高 所以说现在是什么 它现在是压通胀 是担忧的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美元指数强劲的一个上情 北向资金的 当然它对于我们来讲 比较重要 因为我之前也强谈过 行情的上涨需要三个本质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资金持续的进场 2023年的1月份 当时是北向资金持续大卖 汇率持续的升值 是对于我们经济的预期的向上 这其其二来讲 就是我们内部的资金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墓发行 超发或者说大幅的发行 秒庆 对吧 当时2020年有一段春节之后 你看一下 是不是发这个基金 发那个基金 然后呢 把指数给买起来了 我们现在目前讲话 有没有内资持续大买 没有吧 对不对 好了 从2635年整个这一波反弹 是什么资金 是国家对的资金 不是这些公墓买起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来讲 现在资金确确实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现在资金很重要 你看限制减持 什么转融通啊 等等的一系列 他都是干什么 都是要引入资金 然后停止资金出去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现在从市场资金来说 还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 而不是增量 明明是IPO 现在已经是暂停了很多家 而且有的很多金股都已经撤了 我不上了 对不对 那今年来讲 应该是这十年之内 这个IPO上市的最少的一个上市公司 但为什么现在量还上不去 之前说暂停IPO 立马的股市大涨 跟这没关系 发现没有 所以说不管是外资 不管是内资 不管是保险资金也好 包括像国家对的资金也好 以及我们散户资金也好 都是干嘛呢 都干一件什么事情 尤其我们从涉轮数据就能看出来 M1少 对不对 自由现金流 再加上短期存款 才1点多 1.2还1.5 我忘了这个三月份 这个数据 一定要记住 标准是什么 如果说是一个大行情 那短期的资金 M1应该是到5 这才是一个大的标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 三个大的标准 第一个 CPI的数据 就应该是一个通胀 温和通胀 至少到二附近 才会有牛市 这是第一个标准 第二标准 两个资金的标准 一个是外资 一个是内资 这是第二个标准 第三个标准 就是M1至少达到5 这才能是一个牛市进的行情 这就是一个市场的本质 对吧就这样 对吧 对吧 对吧